第十九回 杨州会夺魁 在西魏大营九流 提出要带领江市儿孙和众人回北平府 刘罗成 秦用和十二家棋牌 助西魏扬州夺玉利 罗春临走时 拉住东方伯的手 说道 贤弟 我绝忘不了你的恩情 以后我一定来看你 东方伯也是依依不舍 两眼落泪 秦琼知道东方伯是袁智勇双拳的大将 就劝他留在西魏效力 东方伯对罗家逼死杨义晨父子十分生气 不愿意与罗成共事 他对秦琼说 愿意将杨义晨父子安葬 再把杨家剩下的孤儿寡妇送回原籍妥善安置 然后再回来报效 秦琼点头答应 送走罗家老小后 秦琼率军进了东陵关 出榜安民 收降随军 又以将军之礼安葬了梁氏太 东方伯也把杨家的事情处理完 领杨家胜于老小 悄悄离了东陵关一去不回 东陵关一仗大获全胜 徐茂公命人连夜回瓦岗山暴劫 这时柴绍和李元霸也来向众人告辞 秦琼命人拨仲金靠赏来驻战的唐营将士 又亲自挑选几件珍贵礼物 让柴绍和李元霸带回交给唐主李渊 西卫王李密 文报五官俱下 十分高兴 吩咐陪人集合宅让留守瓦岗山和金庸城 他与魏征率领十万大军 赶赴东陵关和秦琼人马会合 要亲自赶赴扬州会 这一日西卫大军来到东陵关 秦琼和徐茂公得报 早就率领重将在西山口亮队迎接西卫王 一阵吹吹打打 把李密营进城中王府银安殿 李密升殿 军师徐茂公把战士一一奏名 李密文厅北平府罗家父子 暗中驻战方能得胜 不禁大喜 当即封罗成为瓦岗山副元帅 秦用围右先锋 杜钗张公锦等十二家棋牌为镇殿将军 李密传指 在银安殿大牌酒宴与众将贺功 他心想 西卫兵多将广 势不可挡 这玉玺定然归我所有 到时做了天子 就可以得到销后 众人纷纷敬酒 他越喝越美 不免露出得意之色 再说柴绍和李源霸领人马 回到太原 到晋阳宫面见唐王李渊和李世民 把帮助西卫捣毁同其镇的经过一说 李渊听了十分高兴 吩咐手下到五名堂 请李靖和袁天刚李淳风等高人前来议事 不多时李靖洪福女章出臣袁天刚李淳风和外出打听消息回来的求然客 来到晋阳宫 李渊父子连忙和他们商议下一步赴扬州如何夺玉席 请几位高人给出出主意 求然客说 我已探听明白 昏君阳广在扬州设下十条绝护计 请天下反王附会 假说比武夺玉席 让众反王自相残杀 然后叫场放火炮 城上放千金闸 龙林山射伏兵 截杀残鱼 妄想把大家一网打尽 李靖听罢说 诸位带我载入一次扬州 设法和众反王联络 破他们的绝护计 李渊大喜 马上让李靖先行出发 又命李世民柴绍和李渊霸领兵五千 选良臣则即日 也赶赴扬州会 等秦王李世民带领大队人马来到扬州城外 见天下众反王早已骑众扬州 有二十路反王在西边紫锦山里扎下联营 西卫大营居中 秦王吩咐在山外扎营 由命中军进城到教军场报号 次日 众反王带领手下战将和亲兵齐进教军场 三声炮响 古月齐鸣 昏君杨广来到扇寿台前大声说道 大随天子得比尧顺 愿行善让美事 现将传国玉玺 摆于台前 天下反王可觉逐而得知 杨广还没说完 就听下面有人高喊 慢着 杨广往下一看 是瓦钢山的裴元庆 只听裴元庆说 再多玉玺钱 我想会会里原罢 因为世人皆知 他在四平山 三锤把我打败 今天我还要和他见个高低 杨广问身边护驾的宇文成都可否 宇文成都心说 也好 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 就让杨广答应裴元庆的要求 裴元庆于是在场中央高声喊道 李元爸 你快出来和我一战 李元爸气得哇哇大叫 催马就要出战 李世民上前把他拦住小声说道 你和裴元庆交战 只准输不准赢 你要夹打几个回合 往外就跑 我带人在后面追你 一起回太原 李元爸问为何 李世民假说 昨晚父王李渊送来旨意 说突厥 新兵来犯鞭亭 让我们回去援救 实际他是接到李靖先生 派人送来密信 说夺玉玺另有良策 不让他们在此和天下反王厮杀 李元爸似乎听明白了 他催马来到裴元庆面前 说裴三儿 你是不服啊 我看你今天如何胜我 裴元庆道 当初你在四平山 明三锤暗五锤 我被驱寒冤拜给你 今天我要还你三锤 说完裴元庆飞马轮锤 来砸李元爸 李元爸举锤相迎 裴元庆连砸三锤 震得他 两臂酸麻 虎口流血 胸口发热 嗓子眼发干 他知道自己的戾气 还是不如李元爸 只好按照 程咬金的嘱咐 使出绝招 他见二马错灯之机 按把两丈长的链子 挂在锤坝上 猛回身 往李元爸 后脑打来 李元爸听见 哗了一声 知道不好 赶紧俯身缩头 锤头正扫到紫巾棺上 把上面的宝珠和龙头打掉 李元爸大吃一惊 想到二哥的嘱咐 大叫一声 好厉害的裴三儿 拨马往场外就败下去了 李世民假意在后面喊 四弟别走 也带着人追出场外 一会儿不见踪影 场内齐位裴元庆喝彩 好啊 裴将军锤打紫巾棺 裴元庆脸色苍白 勉强打马回到西卫队里 秦琼和程咬金 见他嘴角流血 知道受了内伤 不能再战 赶紧劝他回营修阳 这时 台上宇文成都命间军官封德仪 取来天子袍服和装着玉的宝盒 放到擅寿台上 宇文成都大声说 能力占三十节者 将玉玺和袍服授予该国 就算该国得了天下 现在比武开始 话音刚落 早有定阳王的先锋真宅儿 提双府出马 高声叫道 带我来取玉席 谁敢与我鄙视 那边只是王博的大将澎湖 举大刀出马和真宅儿交战 不到三个回合 被真宅儿一府批于马下 竟秦王徐元床的元帅 抱天虎大怒 抡魂铁朔上来 战不到石河 也被真宅儿砍为两段 夏明王斗剑德手下 先锋关刘黑榻 手持立冠枪 上前大战真宅儿 二十回合不分胜负 刘黑榻身高马大 力猛枪急 二马冲锋刚刚过去 刘黑榻突然一个转身 枪刺进真宅儿又累 他大吼一声 把真宅儿的尸体挑到半空 刘黑榻杀了真宅儿洋洋得意 在场中叫道 还有赶来的 有突厥老鹰王的猛将铁木金 使一条铁棒催马上来 两下大战三四十回合 刘黑他抵挡不住 败回本队 河北凤明王李自通的元帅 武云赵 宁枪出马 来战铁木金 武云赵乃随朝第五条好汉 铁木金怎是对手 几个回合 就眼花缭乱 被武云赵一枪刺落马下 又有高丽国大将左雄 骑一匹梅尾鞠 高举长柄板斧冲上来 大叫道 玉玺应该归我高丽 武云赵大怒 举枪刺来 战步三合 左雄招架不住 回马便走 武云赵拍马赶来 左雄把梅尾鞠连拍两下 那马屁股内一声响 撒出树尺长的尾巴来 尾巴上拴着一个铁球 向后一扫 正打在武云赵的头上 把他打于马下 跌碎头颅身亡 南洋王朱灿 大哭喊道 好哥哥 痛杀我也 刚要催马过去 就见陀罗寨的武天熙 早就怒不可遏 手举青铜堂 放马出来 见了左雄也不答话 轮堂奔头顶砸来 左雄横斧一架 震得两臂酸麻 武天熙是随朝第六条好汉 左雄哪里招架得住 拨马败走 天熙在后紧追 左雄顾忌重施 又把梅尾鞠连拍两下 那马的肠尾飞出 把武天熙也打于马下 左雄回马手起腐落 砍死武天熙 秦琼见五家兄弟 为报一家大球 双双毕命 心痛的双腿 猛然一架 呼雷豹以为主人要交战 四提一登 就冲到战场 秦琼之好摆 提炉枪来战左雄 二人战了石鱼盒 左雄立切 虚晃一服 回马就走 秦琼紧紧赶来 左雄又将梅尾鞠连拍两下 马尾又呼的扫来 秦琼叫声 不好 俯身把马一带 马尾正打中 呼雷豹的头顶护具 呼雷豹一下 扑倒在地 口吐黑烟 一阵唬吼 雷鸣般狂叫 贤文书说了 呼雷豹也是一匹一麻 被承咬金拔去 头顶肉流上的棕毛后 不再吼叫 但今天被打痛极 就大叫不止 那左雄的战马 也扑通一声跌倒 浑身颤抖 尿屁直流 左雄被死死压在马下 无法脱身 秦琼是不快出身 早就飞身战起 取出双茧 左手一茧 把梅尾鞠头骨打碎 右手一茧 把左雄打死 夏明王斗剑得的 元帅苏裂 自定方 剑有机可乘 催马摇枪来战秦琼 秦琼剑呼雷豹 受伤无法再战 就牵马直奔西卫旗下 金帝王张衬金 怕秦琼有危险 拍马吃化鸡 冲出拦住苏裂 苏裂不等张衬金马到进前 抽弓搭剑 连发三剑直奔张衬金射来 张衬金躲闪不及 被射中咽喉 落马身亡 秦琼痛得差点没昏过去 罗承一箭大怒 催马凝枪直奔苏裂 苏裂一问来将是罗承 心中一惊 罗承大骂苏裂 暗箭伤人 无耻之极 苏裂恼羞成怒 举刀来战罗承 罗承使出罗家枪 绝技梅花七蕊 仿佛七个枪头刺来 苏裂用刀一挡 右肩早已中枪 苏裂大叫一声 拨马败回 从此 他心里怀恨罗承 楚国大将金德明 不知好歹 举大刀来战罗承 被罗承算的一枪 四中咽喉 死于马下 罗承在隋朝排名是第七条好汉 当时场中无人视他对手 没有多大功夫 就连败十八路返王手下大将三十余人 各国再不敢派人上前 这时 唐国李渊 驸马柴哨 偷偷来到西卫队伍 交给秦琼一封书信 秦琼一看是李静所写 信中把阳光所设十条绝护计的破解之法 一一讲明 让秦琼设法救众反王逃出火海 秦琼看罢 盲和徐茂公商议办法 徐茂公把程咬金 秦用侯军级和尚 怀中叫到身边 低声嘱咐一番 又命善雄信等五虎巴镖重将 到各反王队伍中报信 让他们马上怀背往外冲 只见程咬金和秦用骑马来到罗承进前 程咬金对罗承说 好兄弟 你已力战三十节 还等什么 咱们快上台取玉玺 罗承恍然大悟 三人催马直奔善寿台 台上的昏君杨广和宇文成都一见 微微一阵冷笑 等三人上台后 杨广坐着地狱洗匣子 宇文成都站着帝王冠龙袍 程咬金刚要上前 秦用墙上先接了玉匣子 罗承之好接了王冠龙袍 秦用把玉玺匣子接到手 十分高兴 心说 这玉玺什么样 我得先瞧瞧 他转身刚揭开匣盖 里面飞出三只毒箭 正中秦用面门 同时 匣子也在秦用手中爆炸 秦用惨叫一声 倒地身亡 与此同时 杨广在台上一跺脚 宝座下沉 钻入地道 宇文成都一见不好 也拼命带着护卫 从后台逃跑 秦穷建一子 秦用被暗害身亡 痛得肝肠寸断 立即指挥手下兵将 杀向擅寿台 承咬金气的 在台上把大腹一挥 大孔一声 昏君 你的十条绝护计 已被我们识破 今天看你往哪里跑 各路返王这时也知道了 杨广设的圈套 都愤怒地呼喊着冲杀上来 镇守教军场的随将是金刀左天城 他等了半天 也不见场内埋的火要爆炸 知道发生变化 盲命令埋伏的兵将 放箭 点炮 煞石乱箭齐发 火光冲天 原来 侯君级和尚怀中 早已按照李靖信中指点 把埋在台下的总活年找到破坏 所以场内 场外埋的火药未能引爆 使天下众反王人马侥幸活命 罗承 承咬金从台上下来 上马各举兵刃 随众人往教军场外猛冲 左天城领随军上前阻挡 正欲罗承 战步三合 被罗承一枪刺中大腿 左天城拨马往北败走 随军也四散奔逃 秦琼指挥各路 反王人马 冲出教军场 直奔北城门奔去 此时 街上也着了火 烟雾弥漫 这是杨林派人纵火 想烧死各路一军 众人还未到北城门 就听前面一声炮响 城上千金闸 以慢慢放下 正在这时 随朝第四条好汉雄阔海 受三元礼靖之约 骑马刚刚赶到 他在城门口 碰见左天城 喊城上的随军 放千金闸 不禁大怒 上前抡棍就打 左天城受伤不敌 几个照面 就被雄阔海打死 雄阔海向上一看 千金闸就要落下 他翻身下马 站在门洞当中 双手一举 把千金闸搓住 瞬间 城咬金和秦琼 领人赶到 还未等和雄阔海说话 被后面上来的众人一拥 掀出了城门 雄阔海因连日赶路 身体困乏 他咬牙 拖住千金闸 放个路 一军冲出城去 可时间一长 不觉头晕眼花 手掠一松 只听一声巨响 千金闸落地 雄阔海被压死在城下 冲出去的各路 反王夺路而行 奔到龙林山 呼听的一声炮响 伏兵四起 杨林帅两员猛将十列 十英和数万精兵拦住去路 杨林乃随朝 第八条好汉 他一马当先 掌中两条水火囚龙棒 打敌各路反王 死伤无数 不敢靠前 罗承大怒 挺枪相迎 二人大战 几十回合 不分胜负 杨林突然勒马问道 你是何人 为什么会是罗家枪 罗承一笑说 杨林老儿 告诉你 我是罗裔之子 名叫罗承 上次破你长蛇阵 打败定燕平的就是我 杨林一听 不由的气网上撞 杨林二次举球龙棒 照罗承打来 罗承使了个滚手枪 五勾枪 在杨林霜棒上一滚 杨林招架不急 左腕子被枪间划伤 鲜血直流 罗承抖枪又当凶刺来 杨林侧身躲过 二马相挫之际 罗承一个回马枪 把杨林挑落马下 各路反王 一见老杨林被打下马来 其声为罗承喝彩 十列 十英二将见杨林受伤落马 一个举钢叉 一个举狼牙棒冲上前来 秦琼大怒 亲自迎战十列 十英二十余和 秦琼大吼一声 一枪把十英赐于马下 十列一见兄弟被杀 就想和秦琼拼命 秦琼哪容他还手 左手用枪挡开他的钢叉 右手抽出剪来 一下把十列头骨打碎 死尸落于马下 这时 罗承打马上前说 表哥 我把杨林老儿 留给你处置 秦琼高兴的说 表弟 还是你想得周到 好让我为父报仇 秦琼来到杨林面前 跳下马来 用双肩抑制杨林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杨林颓然坐在地上 望着秦琼 长叹一声道 死在你的手上 也是天意 秦琼高举双肩 就要打下 可是想了想 又把双肩放下 说 老王爷 你我虽然有杀父之仇 但我念你在登州之时 对我有恩 从不想加害于我 今天饶你一死 你逃命去吧 程咬金在远处 见秦琼不想杀杨林 急得高声喊道 二哥 这老小子不死 天下还要大乱 绝不能饶了他呀 秦琼装作没听见 又对杨林道 王爷 您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杨林却闻 坐地上不动 说 秦琼 我知道大随气数已尽 无可挽回了 你们各路返王赴扬州 是为了夺玉玺 今天我就把玉玺的下落 先指给你 但这玉玺应归民主 秦琼问杨林 王爷 玉玺现在何处 杨林回答说 秦琼啊 我得先跟你 说说宫里的隐情 丞相与文化级 因为我们杨家 夺了北周 与文士的天下 他心怀不满 竟给我侄儿 杨广出坏主意 杨林又讲 这间相和销后 通奸由然 二人早就想要 刺亡杀架 复夺江山社稷 玉玺会失败之后 我侄儿已经孤立无援 我想他俩 今夜必然动手 杨林用心良苦 他是要借秦琼之手 杀死夺杨家天下的仇人 他告诉秦琼 因为扬州北门外 有反王人马 他俩弑军完了 一定带上玉玺出扬州南门 从地堂关逃走 你们到那里堵截 一定守到秦来 秦琼大喜说 既是王爷指明 我一定去杀奸相 夺玉玺 杨林又问 你拿到玉玺 交给谁呢 秦琼道 当然是呈献给 我主席魏王了 杨林摇头道 那你就错了 李密也是个酒色之徒 他到瓦岗山不久 还不敢放肆 若是将来做了天下 他比杨广还要乱 秦琼大惊问道 老王爷 那您说 我应当把玉玺交给谁 杨林说 你听我的 没有错 拿到玉玺 直奔河东太原府 交给开唐英主李渊 我看 只有他当作这天子之位 你这一步走对了 将来观高觉显 印极子孙 若是走错了 一旦辅阅加深 就悔之完疑 杨林又悄悄告诉秦琼 别看西卫营中文官武将甚多 可是真正的明白人 只有一个 秦琼问 这独一无二的明白人是谁 杨林说 这明白人不是魏征 也不是徐茂公 就是那混世魔王 程咬金 杨林说 我看程咬金 粗中有戏 于中显至 当明白则明白 当糊涂则糊涂 临危不惧 大事不乱 往后 你要和他多多亲近 秦琼点头道 王爷为我好 我谨记就是了 话说到这里 杨林蹭地站了起来 秦琼一愣 王爷 您要干什么 千万莫行着事呀 我放您离开此地 为您修作庙宇 如果您愿意 就出家为僧 清灯黄眷 考念弥陀 喜今生之罪 劫来世之缘 杨林狂笑一声 哈哈哈哈 秦琼呀 该说的话 我都说了 我的事情 你就甭管了 秦琼见这老头儿 有心寻死 急忙上前拦挡 杨林突然飞起一腿 把秦琼锐倒在地 不等秦琼起来 杨林右手拔出宝剑 左手摞白染 脑袋一偏 剑刃对准脖梗右侧 一横 咔嚓一声 鲜血飞剑 倒地身死 程咬金一剑十分高兴 上前取了杨林头盔 对面随朝兵将 剑主帅一死 就一哄而散 秦琼两眼落泪 喊了一声 来人哪 把靠山王死尸 收拾一下带走 有几个兵丁 上前把死尸抬了下去 各路返王 大难不死 都灰心丧气 领着自己的人马 进了紫锦山口 回到各自营寨修整 西卫人马 回到营中 秦琼命人 弄了一口博冠 将杨林尸体 就地装链埋葬 墓前立一块石碑 写明随靠山 王杨林之墓 罗承悄悄来找秦琼打听 方才是怎么一回事 秦琼就把靠山王死前说的话 对他讲明 罗承说 这可是个好机会 咱们哥俩今晚 往扬州南门外走一遭 倒看看这老小子 说的是真是假 秦琼说 对 要是真能为天下人 除掉与文化级这一大害 又得了传国预袭 那就太好了 天黑下来 这哥俩备好马匹军人 带了一小队 亲兵出了营门 上马奔扬州南门 走下去了 扬州城南门 又叫地唐关 城门外偏东一上坡 又快坟地 周围种了一圈松树 他们就在那里埋伏起来 天骄出谷 西面一个坟卷子里 也偷偷来了两个人 是夏明王窦剑德 和他的元帅苏裂 这哥俩怎么来的 原来白天秦琼 跟杨林谈的时间很长 他们起了疑心 知道此中必有奥妙 窦剑德让杖下探马 时刻监视着西魏大营的动静 有什么异常的世俗来禀报 还不到定耕天 兵丁来报 王爷 元帅 西魏大营 跑出来一伙人 奔山口去了 二人文报大喜 赶紧出营上马 紧紧尾随在后 一直来到德堂关外 见秦琼 罗承进了东边坟卷子 他们就钻进了西边坟卷子藏身 各自扣下马 把马拴好 在那儿听声 再说对面 秦琼 罗承 他们等到天交三更 还不见有人出城 罗承可就烦了 我说表哥 八成杨林 这老小子 骗咱们吧 我可等烦了 秦琼把脸一沉说 你要烦就回去 我一个人等 罗承见表哥生气 就不再言语 等到交了三更二变鼓 就听其扭一声 地堂关城门开了 罗承说 表哥 您看 这城门可开了 秦琼说 快坐好怀背 截杀间向夺玉玺 玉之故事发展 请看下集 李源霸归西 李源霸归西